大明万历十九年的时候 日本要向中国发动战争的消息 开始传到了朝堂之上 按理说朝鲜作为大明的藩属国 他已经从日本那得到非常明确的消息了 但是他居然一生没知 这个消息是由琉球国王那传回来的 他非常明确的禀报大明王朝 说日本人曾经把我们给叫去 让我们向他称臣 并且跟着他一起来打大明 我们是大明的藩属国 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把日本人的计划直接拿给您 当然了这个计划当中也有很夸张的地方 比如说日本的官白风尘秀吉 要打造两万艘战船 同时有二百万的军力向大明发起进攻 这显然就太夸张了 日本举国上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兵力 但是至少他给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日本人是不惜血本要向大明王朝进攻的 这些人员是兵分两路向大明发起进攻 北边这一路是经过朝鲜半岛 从辽东开始向北京进攻 另外一路是攻打江南地区 是有两千多名旅居在中国的日本人作为先头部队 配合他们等路 具体进攻的时间是在万历十九年的八到九月份 现在是三月份 也恰恰就是半年之后啊 在琉球国王传递这个信息当中 最后还有一句 朝鲜已经向日本称臣 要跟日本一起攻打中国 这个信息也确确实实 让万历皇帝感到非常的有虑啊 除了琉球国王提供的情报之外 那么浙江和福建的巡抚 也专门派人成帝上来奏折 明确的讲 他们也从跟日本经商的这些人当中 得到了相关的情报 风尘秀吉 意欲对大明图谋不轨啊 而且福建巡抚赵参鲁 还特别向朝廷提出来 要提前进行备战有备无患呢 所有这些信息全都汇总到朝堂之上 万历皇帝和这些大臣们都开始相信 朝鲜已经跟日本站在一起了 因为信息量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距离日本更近 而且跟对方已经发生多次沟通的朝鲜 没有传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这件事情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的大学士许国 就跟万历皇帝和众臣讲了 朝鲜这个国家应该不会轻易倒向日本 我们要再看一看 观察一下 就在中朝之间互不信任的时刻 突然之间朝鲜特使金应南专门来访 他究竟说点什么 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其实啊 金应南来之前呢 朝鲜国王李延就跟他讲了 你出来之后啊 到辽东地区打探一下 如果明朝方面不知道日本登陆这个事情 你什么都不要讲 就当没这档事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旦中国方面已经得到信息了 你就把你知道的向大明王朝做一个汇报 金应南来了之后 马上就发现这边苗头不对了 所有人看他的眼光也都是上下打量 颇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他马上就敏锐的感觉到了 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 立刻向大明方面汇报 确实日本来找我们 还要经过朝鲜 向中华天朝发起进攻啊 但是啊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规模 天朝呢 只要做好防范 也没有什么问题 要说朝鲜在这方面 为什么表现的这么犹豫呢 他到底是向着日本 还是向着中国方面呢 这件事情本身也很复杂 因为朝鲜虽然是大明的藩属国 但是朝鲜的李氏王朝啊 在元朝时期 就已经跟蒙古国普遍联姻 当时李氏王朝的创始人 也有蒙古血统啊 他叫吴鲁斯布花李承贵 当时的李氏王朝啊 虽然自称小中华 同时呢 也认大明为宗主国 但是啊 双方的感情纽带 远没有那么坚实 明太祖朱元璋 就在实录当中 专门讲过 是朝鲜这个国家的人呢 属于养不守的状态 基于这种思想 明朝对朝鲜的出口 就显得极为谨慎 任何有威胁的 比如说明朝强大的火器 都不给你 顶多给你一些铜炮 但是火药的固化技术 压根不给你 这样一来 朝鲜的火器就发展不起来 而且呢 朝鲜又没有铜矿 好不容易能炼出点铜 想造点武器 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更重要的 没有火药怎么办 你这样的枪和炮 肯定就无处发挥威力啊 这就向中原王朝开始偷吧 想尽各种办法 获得制作火药的关键技术啊 这样一来 大明王朝就有所发觉了 专门让人看着点朝鲜世界啊 你可不能到这儿 随便获得关键的核心技术啊 而朝鲜李氏王朝这边呢 也特别担心跟大明发生过多的民间贸易 为什么呀 一旦大明的商品进来了 那我朝鲜内部的手工业 就会受到大量的影响 因为跟明朝完全没法比呀 所以对民间贸易 干脆就来个闭关锁国 我管不了明朝 我能管自己人 谁要是私下里跟明朝这边进行贸易 那我直接把你杀掉嘛 维护我内部统治结构的稳定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双方还是有大规模的贸易啊 因为朝鲜曾经被蒙古统治 元朝时期啊 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大规模的马场 这些马匹也都是适合作战的 身高比较高的战马 明朝还要跟北方的游户民族作战呢 所以呀 用大量的棉布啊 这些生活日用品 每次那都是一万两万的规模性交易啊 这些交易可不仅仅是买它战马的问题啊 更重要的是削弱朝鲜骑兵的力量 朝鲜半岛最鼎盛的时期 有十几万匹战马 最后全国上下也不过能找到一万匹而已了 这样一来 你就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骑兵 对中原王朝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威胁嘛 这也导致朝鲜的李氏政权 在跟女侦作战的时候 经常被暴打或者吊打呀 当时朝鲜的战神李顺臣 就是因为在跟女侦作战的时候 虽然屡战屡败 但是呢 他至少没被打花 其他人上去是直接就被冲散的 在这种情况下 李顺臣就在屡战屡败当中 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呀 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啊 明朝不仅要马匹 还要交换大量的耕牛 这些牛呢 很多的时候用于开荒 同时呢 在战争过程当中运送物资 最惨的时候在朝鲜半岛上登记在册的只有485头牛 您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也确确实实对朝鲜的国力啊 进行了重大的打击 没有大骡子大马 你的战斗力就直线下降啊 咱就不说其他 就拿弓箭来讲 你做弓箭必须需要牛金 包括牛角 整个国家四五百头牛 这些物资肯定供用不上了 就用马金来代替牛金 这就让弓箭的杀伤力也大大的减少啊 朝鲜半岛上还有东人党和西人党之间频繁的党争 双方根本拧不成一股城 号称有15万军队 但是真正要打起仗来 也是一盘散沙呀 就在这样一种非常诡异的政治范围之下 他们突然得到信息 日本要求他们称臣纳贡 同时还要让开道路 直接攻打中国 李氏王朝的君臣是个什么心态呢 首先 我有点不相信日本真能打我们 毕竟我跟你没有什么缘仇啊 你要打明朝可以呀 你直接往江南方向打吗 嘉靖年间闹窝乱 不也是这么打的吗 而且呀 李延还专门问了手下人 嘉靖年间闹窝乱的时候 对咱们朝鲜是个什么状态呢 手下大臣就跟他讲了 也不过是来了一百多艘船 真正上岸的沃寇是几千人而已 而且这些人上来之后 基本上散到民间 开始抢各种东西呀 抢完了之后就跑了 所以呀这次也不过如此 对我们国家能有多大影响呢 听了这番话之后 国王李延心里呀 更加下定决心了 这件事跟我没多大关系 主要是中日之间 他们打成什么样 我们根本不管 关键的是啊 我们自己也要加工一些城防 因为你不是散兵游泳吗 我把城池扩大一点 这总可以了吧 这是朝鲜君臣 内心非常真实的想法呀 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让金应龙给带来一份盛誉 这个盛誉当中讲的是什么呢 说要求朝鲜作为藩属国同琉球先罗一道 主动进攻日本 把日本这些叛臣给我抓来 这下可给朝鲜国王吓坏了 说我们朝鲜哪国力狭小 根本没有水军作战的能力 我能保住自己的本土 这就不错了 应该由明王朝直接跟日本开战 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 这也就完了 我对大明王朝 这可是重心耿耿的 其实万历皇帝这个人呢 是非常聪明的 他知道朝鲜没有这个能力 他是想让朝鲜攻打日本吗 他不过就是想试探一下朝鲜的态度而已 来决定自己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朝鲜这边说的确实也是实话 他骨子里就没觉得日本人 真正会发动多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他这么想 日本人可不这么想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想到 风尘秀吉这次打朝鲜下了多大的功夫 他也在琢磨 我到底应该从哪进攻 以当时日本人的航海技术 和整个军事实力 如果从江南聚齐进攻的话 他没有信心能把大量的军队 好好的送到江南地区 毕竟横跨大海 大规模的作战 一旦遇上海上的风暴 有可能全军尽没 所以我一定要稳扎稳打 你看风尘秀吉这个人 野心非常大 真正打仗的时候 却是特别的细致 把整个手下的军队 编成九大军团 一共十五万八千八百人 这批人作为直接到朝鲜半岛作战的部队 同时在海边修筑了名户屋这座城池 又储备了将近三十万人 作为后备军队 同时囤积了大量的物资 至于到前线的军队 他也明确的讲 到了朝鲜半岛之后 烧杀抢掠的东西都归你们 这样一来 我也省着出军费了 就在新修建的名户屋 如果在风和日丽的天气 能够看到对马岛到了对马岛就能够进攻朝鲜半岛 这些日本军队可以说是有相当战斗力的 因为他们已经在大明的战争当中经过血火的考验了 就在万历十九年 也就是1591年的8月23号 风尘秀吉正式向全国发布告书 明确的说 我们要通过对马岛直接登陆朝鲜 向朝鲜向大明开始发动全面的进攻 最终战争的打响是在1592年的4月13号 小西刑场和综艺制带领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发起了进攻 镇守釜山的将领叫做郑伯 他最初还觉得是小谷部队的洗澡 没太当回事 突然之间铺天盖地 几百艘的日本战船就过来了 他马上组织队伍迎战 但是毕竟实力不济他本人在战斗当中被枪炮射杀 壮烈殉国他身边的士气也表现的挺英勇 直接也是拔刀自闻了 最后釜山终于沦陷了 这就有点像整个朝鲜半岛的缩影 有很多将领和士兵进行英勇血战 但是还是有一批人望风而逃 毕竟是准备的少吗 而且日本方面确实有先进的武器 比如说在双方作战的时候 朝鲜士兵只能拿弓箭向日本人发动进攻 日本军队干脆就躲开你弓箭的射程 开始发射火枪 火枪毕竟比你弓箭远吧 所以大量的朝鲜士兵在这个战争当中被射杀 所以别看朝鲜这边人多 依然抵挡不住日本的强力进攻 当然朝鲜防不住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内乱呢好多大臣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比如说要搞伏击要做一些重装甲 抵挡住日本人的火生枪 结果呢只要这些好的建议提出来 立刻就有一批另外党派的人不断的反对 抨击双方根本达不成共识 朝廷就没法发出清晰的政令 导致整个防守体系是一片混乱呢 朝鲜也有一些精锐部队比如说胜利带领的这个骑兵团队 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呢 如果在平原上进行这种作战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但是啊他恰恰就是因为朝鲜半岛70%都是山地 他的军队施展不开呀 就只好不断的败退 最后胜利带领的骑兵在稻田里跟日本人作战 您想想马屁在水田当中根本就没有机动性啊 这就被日本人当成活靶子啊 整个精锐部队就此覆灭 一旦这些军队覆灭了 整个朝廷上下就已经开始动摇了 特别是在守汉城的时候 整个城池两万多个堕口 七千多人进行防卫 一个人要管好几个堕口 大家心里都觉得虚啊 这能防得住吗 一夜之间有不少人翻墙跑到城外了 当然了他那个城池啊 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建的那么高大 没有北京城那么宏伟 但是真正作战 日本人也不是轻易能打得进来的 结果呢就是因为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汉城就失手了 国王李延带着手下这帮人狼狈逃窜的 最后只能跑到平壤的北边 整个朝鲜的八个道 也就相当于我们八个省 沦陷了七个省 仅有的一个省也不过是占了几座城池而已啊 基本上全境就被日本统治了 李延就慌了 我们向宗主国求救吧 手下这些人还搞党争呢 向宗主国求救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些辽东军来了之后 对我们也是非常狠啊 喊打喊杀的 我们还被他统治 复国恐怕也不太可能吧 辽东军队也打不过日本人呢 就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 辽东地区的官员也开始坐不住啊 毕竟朝鲜失手 对整个中国防守压力变得非常大 一旦日本人真正攻过来 是个什么状况呢 所以中国辽东地区的军队负责人 加上当地的赤猴 就开始不断的向朝鲜方面了解情况 这场战争开始真正进入到了中日之间的大脚梁 不 size co 这场战争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